1986年4月的一天,一场大雨后,甘肃天水市小龙山林夜局放马滩宫区的职工老夏便带领工人清除淤泥。 谁也没想到,一厨都下去,竟然为中国砸出了两个世界第一,多个中国第一。 这两个世界第一分别是什么?放马滩又为何聚集了这么多第一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放马滩考古发掘出来的第一个世界第一,是西汉初期的书写纸。 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的蔡伦入宫后,因为聪明伶俐很快便受到重用,邓隋被何地立为皇后之后,下令郡国进宪纸墨。 在此之前,承载文字的载体先后经过了甲骨、青铜、石板、竹简等转变,最后发明出一种可以用来书写的丝绸纸。 虽然丝绸纸相对轻便,可造价极高,无法大力推广,蔡伦深感薄贵而减重,并不便于人。 于是他决心造出比前人所制更好的纸。 他总结前人经验,改进了造纸工艺,使得纸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 后人也将蔡伦改进制造的纸称为菜喉纸,造纸数也被大力推广。 但随着考古的发展,许多墓穴中发现了更早的纸。 1933年,新疆罗布闹尔风遂亭就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纸质残片,在古长安到新疆丝绸之路中,也先后被发掘出西汉纸质残片。 所以一些人认为,蔡伦并不是发明造纸术之人,而是改良造纸术,让纸张刻意书写文字之人。 不过国际上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埃及出土的缩草纸时间更早,所以埃及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的国家。 但从纸的定义上来说,缩草纸并不符合纸的制作流程,也就不能称之为纸。 从使用方式来讲,缩草纸也不方便写字,无法与菜轮改造的纸相提并论。 只是缩草纸的时间要早于菜喉纸的时间,虽然我国考古学家在西汉墓穴中挖掘出了时间更早的纸。 可出土的纸残片没有太多文字记载,无法证明西汉时期的纸是否能够正常书写,导致国际上许多国家并不承认中国使用纸的时间更早。 不过1986年4月,随着放马滩宫区的职工老夏清除淤泥的同时,一张不规则的纸质地图横空出世,让所有质疑的声音彻底消失。 这张地图残片长5.6公分,宽2.6公分,纸面光滑五褶皱,上面用细线条勾勒出了山川河流,道路的。 经鉴定,纸的质地是麻类植物纤维是可用于书写的早期麻纸,也是考古已发现时代最早的书写纸实物。 据专家表示,这张纸是西汉文景时期的产物,诞生于公元前179至141年之间,比菜喉纸要早300多年。 它是中国造纸技术,尤其是书写纸发明年代不容置疑的铁证,它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已经有纸出现, 而且证明这些只已用于绘画或书写。 可以说,它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 而在这纸残片上地图上的地图,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画在纸上的地图。 而与这张地图残片同一时期出土的,还有战国时期的木制地图,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地图。 放马滩工人清理淤泥时,一锄头还砸出了四块松木板。 这四块松木板上用墨线绘制了七幅地图,其中三块木板正反面都有团,且相互之间有联系, 只有一块是木板为单面做图。 将其中六幅图拼凑起来后,专家发现地图上绘制了山川河流以及各个关隘, 就连地名都有注视各地之间的距离为多少,都在地图上标注详细。 除此之外,地图上还刻有北方二字,可以确定地图的方位为下北上南。 其中归丘二字用显著的大方框圈起来,证明这是归县的地图。 县级以下的地点则用小方框圈起来,一眼就能分辨行政级别。 归县是秦国打败归荣后将其赶走,建立的最早的一个县之一, 另一个是一县,时间为公元前688年前后战国晚期的秦国地貌。 时间虽早,但这幅地图的精准程度却令人惊叹。 地图中不仅各地间距离属实,就连河流方向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还著名了森林分布和树木种类,甚至连居民聚集点,交通站, 采药地点和伐木地点都有所展现。 与现实地貌相对比,这几幅地图描绘的范围为天水石脉基区, 绘制的河流,即为渭河分支,还包括长江流域部分水域。 通过这幅地图,很容易就能掌握归线的全部情况。 虽然史料上并没有记载秦国以前的绘图标准, 但从这几幅地图上可以判断,战国末期的秦人已经有了严格的绘图体系。 在这几幅地图出土之前,中国曾在马王堆汉木中发现了博书地图, 只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两百年。 而且,从地图上,专家们还推测出战国时期水资源更为充沛, 而且百姓们也已经觉醒了保护水源的意识。 在这几幅地图上,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些十分先进的制图技法, 其中就包括对图力的使用。 在其中一幅地图里,甚至还有用闭合曲线来体现山峰的画法, 这被某些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等高线。 它的出土不仅在地图学上有标志性的意义, 而且在历史学、地方制的研究中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加上上述的与第一片纸, 老夏等人一下砸出了两个世界第一。 当然,《放马滩》还有很多的中国第一, 比如说中国最早的智怪故事。 《放马滩秦目》出土的首个中国第一, 便是考古学家从《放马滩战国秦目》发掘整理出的智怪故事。 提起智怪小说,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有名的《聊斋志义》, 里面关于精灵鬼怪的精彩故事多次被翻拍成影视作品。 更重要的是, 《聊斋志义》是清朝的作品, 作品保存相对完好, 所以受到了如此广泛的欢迎。 而除了《聊斋志义》以外, 智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应该体现在《搜神记》上。 《搜神记》出现于东晋, 作者为《甘宝》, 全书共400多个灵异故事, 开启了历代灵怪小说的创作先河。 不过1986年4月, 在甘肃天水市麦基区挡川乡的《放马滩》。 大雨之后, 当《放马滩宫区》的职工老夏和其他工人庆礼淤泥时, 竟然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具有智怪小说性质的第一篇奇文《牧主记》。 牧主记是现成向秦国御史成交的一份页书, 大多数保存较为完整, 记载的内容是一个名叫丹的人死而复生之事。 秦昭王38年, 一位名叫赤的底城向御史报告, 居住在秦国都城的大梁人丹, 曾经因为刺伤人而自杀, 事故被丢弃在集市上三天, 后来被掩埋在雍城外。 可谁知三年后, 审判官西武重审此案后, 认为丹罪不致死, 就同上司公孙强一同祈祷, 最后让白狗挖开了丹的坟墓, 在墓地上停放了三天。 三天过后, 丹随着公孙强向北途经肇事, 到了北帝郡一处山丘, 四年后的丹终于能听见鸡鸣狗叫, 也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吃饭。 只不郭丹的行为比较僵硬, 四肢无法自由转动, 面容也与死人无异, 脖子上还留有自杀的刀疤。 据考古学家验证, 这篇文章形成于战国末期, 其中提到的地名、 官纸都有据可查, 很可能是根据一些特殊经历而改编。 而文中所写丹死而复活的故事, 明显有至怪性质, 与后世、搜神记等一类书籍要早了四百年。 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很简书, 却是中国已知最早的, 具有智怪小说性质的第一篇奇文。 那么《放马滩》这里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第一? 《放马滩》名字的由来, 还要追溯到秦仁的祖先妃子。 早在顺帝时期, 博弈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 被刺性为盈。 但在下朝建立初期, 博弈被杀, 盈族退出权力中心逐渐没落。 成当面下时, 盈族统领立下大功, 盈族也因此成为商朝贵族, 后被派遣到西部保卫边疆。 西州登上历史舞台后, 盈族被贬为奴隶, 不仅要应对西部蛮夷的攻击, 还要应对周朝随时有可能的围剿。 直到西州孝王时期, 周王朝为了购买战马, 对战北部蛮夷部落, 这才召见了善于养马的盈妃子, 并将其封到秦义, 让盈妃子正是养马。 从这之后, 盈族人有了秦的封底, 再次步入贵族行列, 并一步步在战国中走向权力的顶峰。 作为改写盈族命运的祖先, 盈妃子牧马的主要地点, 就被后人称之为放马滩。 千年后的1986年, 放马滩突下暴雨, 林业局员工宿舍被水袭击, 留下大量淤泥堆积在墙体周围。 老夏带领工友们清理淤泥时, 突然发现了带有图案和古文字的图案, 随后便发现了大量文物, 立刻向当地文化馆报告。 得知放马滩有古墓的消息,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立刻派出岳邦湖和双泉了解情况, 结果发现了上百座秦汉古墓群。 经过众多专家的商议, 最终确定了最为安全的发掘计划, 清理了14座古墓, 其中13座为秦墓, 一座汉墓。 其中一号秦墓中出土了木板地图 和智怪小说《墓主记》。 据专家推测, 能够拥有军事地图的墓主人 很可能是秦国的军人, 而且墓穴中有丹字的标记。 可见墓主就叫做丹, 生前参加过战斗, 但因为犯罪而被迫来到放马滩, 成为归线的一个基层官员。 而西汉时期的纸质地图, 则发现于五号墓穴之中, 放置于死者胸前, 经鉴定纸的材料为大马。 虽然墓内严重积水, 导致许多碎片无法拼接, 但依然能看出其山川线条为软笔绘制。 除了这两个世界第一以外, 工作人员还发掘出400多件文物。 其中一号墓穴的陪葬物品超过30件, 七号墓穴只有一件物品, 二号墓穴却没有任何陪葬品, 陪葬品中有文具、半两钱、算酬、陶器、铜器等。 其中陶器均为泥制灰陶, 大多是生活常用的瓮、虎等物品, 漆器有11件为吃饭常用的盘而背的。 除此之外,墓穴中还出土了一根长条的木质尺, 四把匕首以及部分铜器和毛笔。 根据这些出土文物的制造水平, 可以推断出, 墓穴最早在战国晚期, 最晚为西汉文景时期。 再加上墓葬排列整齐, 大多采用白高泥封闭, 而且陪葬品无太多珍贵物品, 更从侧面反映了墓穴所处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发掘工作仅围绕墓地西部边缘, 占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30%, 不仅保护了地面上的现代房屋,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珍贵的秦汉古墓。 由于工人的一锄头, 不仅发掘数量如此巨大的古墓群, 为中国两个世界第一提供有利证据, 更为后期对其他秦汉古墓的发掘和研究提供了珍贵参考资料。 不论是第一个用纸的国家, 还是第一个绘制墓制地图的国家, 都证明了中华文化的远远流长, 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人民的聪明与才智。 在知识匮乏的古代, 勤劳的百姓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总结, 不停探索各项工具的制作与改良, 更迈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第一步。 天水是放马滩的古墓群, 不仅是研究秦汉文化的重要媒介, 更是后人与古人的一次对话, 是我们了解古人生活的重要途径。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